欢迎来到新乡雅剧,我是亚兰 上次我们讲到姓氏家族 通常一个家族会按照姓氏共同生活在一起 那么这么大一个家族 他们如何管理家族内部的秩序呢? 中国文化里边有一个重要的方面 那就是家谱 中国的家谱文化非常的渊源流长 有三千年的历史 素来人们称三大历史文献 就有国史、地方历史以及家谱 因为说家有谱、周有志、国有史 它的意义是一样的 家谱是一个家族的历史 它记录着家族当中先祖的来源 世代的繁衍、人口的变迁 人物的出生和死亡 以及族人当中在外的做官、事迹影响等等 所以构建一个家族内部秩序 家谱就非常的关键 因为有了家谱 人会知道自己的来源、自己在家族当中的位置 以及家族人之间的长幼尊卑 而失去了家谱 人就断掉了和家族的联系 也等于失掉了根 所以家谱也被称为 聚其骨肉而细其身心 对人有很好的安顿作用 中国文化里边也有家国文化 家族的安定其实也是社会稳定的根本 所以有说 天下之本在国 国之本在家 所以家族秩序的书里 修订族谱就成了最重要的件事 古时候每个家族都会有一个厚厚的族谱 而如今流传最长记载最详细的就是孔氏家谱了 他记载了孔氏家族从孔子诞生至今2500年一代一代这些族人的延续 为了维持家族的秩序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祠堂了 祠堂以家谱为基础 主要是祭拜先祖 承传祖训 教导后世 处理家族的事务 祠堂也被称为宗祠 祖庙 家庙 祠庙等等 而祠堂这种形式起源于周朝 在宋朝得以兴盛 朱熹在家里当中写道 君子将迎宫室 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 在古时候 祠堂被认为是家族当中最重要的财产 因为每一座祠堂后面也凝聚着族人世世代代的情感 所谓家不可无祠 族不可无谱 无祠则无以奉先灵 无谱则无以昭世系 那么祠堂具体会用来做什么用呢 首先 祠堂里边会供奉着家族的先祖 在重要的日子里会进行祭祀 向家族人宣读族谱和族规 希望后世子孙不要忘记先祖遗训 勤勉持家 光宗要祖 其次 家族当中一些重要的事情也会在祠堂当中办理 比如说 向家族里边人的惯礼 婚礼 丧礼等 也会在祠堂进行 来邀请亲人参加 比如台湾有个著名的艺人林志玲 在2019年的时候 她结婚了 她的婚礼便在祠堂里举行 家族当中重要的事情也会在祠堂当中进行商议 比如说像修订祖谱等 再次呢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有的家族当中规定 如果家族人之间或者家庭当中起了争执矛盾 就要到祠堂当中 由家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辈来进行审问裁决 所以祠堂也起到了处理家庭内部矛盾的作用 古事后 祠堂是连接族人之间重要的纽带 所以外出谋生的人 会戴上一把祠堂的香灰 或者是家乡的故土 即便是远隔千里万里 仍然能想到家乡的祠堂 因为那里是家族当中根之所在 每当逢年过节 会回到家乡祭拜先祖 祠堂让人的心有所归宿 可是这些维持家族秩序的重要族谱 祠堂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很多都被烧毁或者拆掉了 这样就让很多中国人 失去了家族归属感所带来的身心安顿 像是失去了根 漂泊在异国他乡 深入浮平 目前也有少部分的祠堂在留存 但也遭到地方整治 把祠堂变成红色教育的讲堂 荀子认为 人安顿有三个根本 敬天地 敬先祖 敬军师 当人失去了和天地 先祖的联系 身心 又从何而安顿呢 那么 关于中国的传统 还有哪些文化呢 我们下次和您接着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